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来到赵浩康 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市现在涨涨153点 台股昨天大涨108点 现在大涨153点 因为美股又涨了 美股道琼昨天大涨492点 涨1.4个百分点 NASDAQ大涨461点 涨了3.03个百分点 S&P500大涨2.07个百分点 分身分道体大涨4.97个百分点 欧股深大指数也都大涨 英国大涨1.49个百分点 法国大涨2.91个百分点 德国大涨2.82个百分点 欧美齐声欢唱 台股也跟着进阳 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疫情减缓 原来美国一直怕那个疫情 所以后来呢 佛奇前天马上突然讲说 好像看起来 欧米国人没那么可怕 那你们事先又什么 把他讲那么可怕呢 搞得大家都很紧张 美国国家都很紧张 后来他们发觉 好像死亡率啊重症啊很少 所以我其实一早就讲了 所以我假定说 就算传染很快 但是重症跟死亡少 有什么好怕的呢 你是怕重症怕死亡 假如只是像感冒一样 那你不会为了感冒多紧张吗 流感可能还在你紧张 感冒好像大概没那么紧张 假如他根本就症状轻微 然后年纪比较轻的人容易得 因为没打疫苗 活动力比较强 但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也还好 但不得罪好了 大家也都知道了 但真的得了 那就得了嘛 所以看起来传播力非常快 但是呢 造成的伤害不是那么大了 南非好像也这样讲了 然后美国现在也这样讲了 那当然了 有人讲说要再继续观察了 也不能立刻就加结论 不过看起来就是没有像大家原来想象的那样的 那么危险 所以股市又涨了啦 股市就为这个就涨了 原来股市为这个跌嘛 这为什么跌为什么涨 反正就是这样 天气今天12月8号 东北季风影响 北部及东北部天气比较凉 其他地方早晚凉 那另外呢 沿海可能有8到9级的强震风 明天东北季风逐渐减弱 明天开始各地气温回升 今天礼拜三四五六 我也很重视那个礼拜六的天气 因为礼拜六我们一场活动 在那个立法院旁边的济南路 我也讲过 欢迎大家参加 公投前面最后礼拜天 最后礼拜六 就公投礼拜六 之前的礼拜六 就是这个礼拜六 两年半 就是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说像这种群众活动 你说来的人 其实也都是支持人 那为什么要来 基本上一方面就展现你的气势 一方面也是 等于也是一种态度的表示 假如说活动没有人来参加 气势就弱了 媒体什么经过媒体的报道 什么就说你搞什么鬼 怎么会那么少人 等等 所以人数的参与还是蛮重要的 那 所以天气最怕下雨 这种户外办活动 这个季节的时候真的麻烦 不过还好 还好 我看未来几天天气都还不错 而且越来越暖 一直到下礼拜 那明天开始 明天的桃园到云林 还有这些空旷地区呢 有比较强的阵风 那另外呢 今天跟明天 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 南与恒春半岛 永远有长浪发生的纪律要注意 温度 北北基16到22度 降与距离10 陶珠苗14到23度 中张头15到25度 云嘉南14到25度 降与距离0到10 宜蘭16到21度 降与距离40% 花莲17到22度 台东18到24度 降与距离10 外岛14到22度 降与距离0 所以看起来高温稍高一点 尤其中南部了 高平会高到27度 北部是22度高温低一点 但是我讲 未来两天会慢慢高一点起来 降与距离西岸都很低 只有东北 东北的宜蘭稍微高一点 到40% 其他地方也都很低 台股现在大涨145点 雨停了 逐渐回温了 但是呢 嘿嘿嘿 有好天气没有好空气 气象局表示 今天夏日月8号 北部及东北部比较凉 清晨台中到台南一带 有13到15度 还是蛮低的 清晨 日夜温差很大 昨天晚上有在外面 然后到了结束 一个餐会结束 大概9点吧 那走到停车地方就觉得有点凉 晚上还是有点凉 白天还好 那明天开始 中南部要留意空气品质 要留意空气品质 他是讲说 转为偏东风后 风速微弱 扩散条件更差 所以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会变成橘色的灯号 今天就没有很好的 明天会更不好的意思是这样 礼拜天下半天开始 东北风会增强 水气增加 银风面的北部 东北部跟东部 低温会略降1到2度 降雨会增加 中南部不受影响 持续晴朗稳定 这波冷空气 会影响到下礼拜二 就是礼拜天下半天到礼拜二 强度不是很强 但是是冷空气 就是礼拜天到礼拜二 从现在开始到礼拜天 应该是好的 礼拜天到礼拜二 会有冷空气 意思是这样子 那么今天的拥抱 希望传出来 要异卖什么 今天是我们的第四天 这是第四天 今天要异卖的商品是 EasyFit 德展棉叶公司提供的 EasyFit德展棉叶 抗菌除臭袜系列 产品内容六款12双 分别是EasyFit抗菌除臭 足弓机能袜 EasyFit抗菌除臭 宽口休闲棉袜袜 EasyFit抗菌除臭 外积棉袜 EasyFit抗菌除臭 运动棉袜 EasyFit抗菌除臭 休闲棉袜 EasyFit抗菌除臭 船型棉袜 等各两双 尺寸是22到26公分 大部分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22到26公分 EasyFit经典热销商品抗菌除臭袜 是100%的台湾制 台湾精品 这种仿制品 台湾制其实非常好 有时候你看 大陆是不用讲 大陆是都还不错了 什么跑到很柬埔寨 辽国 很多其他的这种地方做 那有些非洲 那种中南美洲都有了 所以呢 台湾的纺织业本来就很发达 那剩下台湾只做精品的 就是那种附加价值 比较高的纺织业 纺织产品做 便宜的其实也都不做了 品质都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台湾的东西 其实尤其防制品 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那2019年 荣获经济部MIT精选产品 通过SGS认证 TTI双重认证 有做过长效抗菌试验 人体测试 直接从纤维中添加抗菌成分 永久抗菌 清新除臭 所以永久抗菌 是不会洗两下 就没有那个成分 有效抑制细菌 包括金黄色葡萄酒菌 绿农杆菌 白色念珠球菌的支撑 灭菌率高达99% 复合欧美 USP26EP 医疗级产品 抗菌防媒出臭 一时到位 脚踝部分有360度 特殊足弓包装 包覆 加强支撑 足弓有特别的包覆 有时候你足弓没有包覆 很容易扭到 X型交叉设计 稳稳包覆你的足弓 强化透气更舒适 它是很舒服的 我现在是穿这个袜子 我现在脚上穿这个袜子 价格原价1400 义卖价只有1000 还含运费 就少那么多 义卖专线073331115 义卖专线073331115 爱希望儿童关怀发展贤惠 有专业在那边服务 那你也可以上中广网站 www.bcc.com.tw 中广活动专具 脸书 粉丝也去查询 主要的这个商品 义卖的这个所得 是全部捐给高雄 爱希望儿童关怀发展协会 那再讲一次 中广自己本身不均守钱 有你跟爱希望儿童关怀发展协会联络 联络以后 他们会告诉你怎么汇款 你会怎么得到这些产品 过去12年 我们已经募了2300多万 给12个不同的公益团体 效果还不错 而且经过宣传以后 他们就 因为原来你可能也没听过 爱希望儿童关怀发展协会 你现在就知道了 有的人还持续去捐款给他们 我觉得蛮好的 好那么再讲一次 EasyFit 德展棉叶提供的 EasyFit德展棉叶抗菌除臭袜系列 我就告诉你这个袜子非常好穿 很好穿包袱力很好 没有什么味道 不会有什么臭味 不会了 然后呢 反正这个品质也都不错 那我现在都穿这个袜子 冬天夏天其实都穿这个袜子 07333 115 1400只卖1000块 这些厂商很热心提供产品 就做点好事 那我们消费者也共襄胜举 一起来做好事 台股现在涨150点 涨150点 美国参众国防授权反共识 帮助发展 帮助台湾发展 不对称防卫能力 什么叫不对称防卫能力 大家也都知道了 就是我实力没有你强 但是呢 我有某些厉害的地方 打得你很痛 让你不敢来对我怎样 这就不对称 因为我怎么样不可能跟你对称 你那么大 我那么小 我怎么跟你对称 比如说你很大 对不对 我很小 那我整个打不过你 但是呢 咦 我突然在你的脚踝上 用力的踩 你很痛 就是不对称 我是超好康 回你回到 超超康时间的现场 特别故事 涨132点 刚讲过 美国参众两院授权 国防授权法的共识 就是要帮台湾发展 不对称的战力 那美国参众两院的 军事委员会 就2022年财政年度 国防授权法案的 最后版本达成共识 呼吁五角大厦 制定计划协助台湾 促进不对称反卫战力 另一方面呢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说 美国将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 确保中共不会无力犯台 美国跟俄罗斯总统 举行视讯会谈 在白宫媒体简报会上 国安顾问苏利文被问到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中共可能同时采取行动 无力犯台 美国是不是准备好了 这个要应应 苏利文回答说 美国将采取 威吓于外交的一切行动 确保台湾永远 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并且致力避免 乌克兰遭到入侵 苏利文说 过去八个月 美国在印太地区 所做的全部努力 就是为了避免中国选择的任何情况发生 另外美国称中两位的军委会已经公布 总额高达7680亿美元的2022年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7680亿美元 很多老美的国防预算 他这个是美金 我们台币原来都是3000多亿 他们说明年会到5200亿 所以你3000多亿的话 只有他的7680亿美元的一半 而且他是美金 你是台币 你再要乘28 所以这是你的56倍 只是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高一点了 所以他现在就不到你的56倍 那么大概可能40倍 不过他是全球 台湾这么小个地方 其实国防预算你也不能说少 为了威吓中共提出的太平洋 贺阻倡议大概71亿美元 法案建议美国国防部 邀请台湾参加2022环太平洋军演 也呼吁五角大厦制定计划 协助台湾促进不对证防卫战力 法案还经过两院表决通过 才会送交拜登签署 我真的会通过 国会要求美国国防部长 从2022到2027年 必须让国会相关委员会 递交年度报告 协助台湾当前与未来防卫的 不对称战力 跟美国与盟友军事能力 相互操作性 也要求国防部 最晚在明年2月15日以前提交 加强美国国民兵 跟台湾合作的可能性报告 这就是我们后备军 惨了的原因 人家 就是说 国会跟国防部长讲 你每年调给我个报告 明年最晚2月15日以前 要提出来 提出什么呢 就是他的国民兵 跟我们怎么合作 他的国民兵 他有国民兵 我们没这个东西 我们没国民兵 我们就是后备军 后备军哪是真的的 虽然你有什么团管区 什么这类东西 但是实际上 过去都很松散 那现在紧张了 要搞一个后备军人 什么动员鼠 什么之类来弄 主要问题就应付老美 老美很可爱 就是说 很天真 我有后备军人 我有国民兵 我就料想你一定有 那你没有你赶快见 我要跟你合作 到处看怎么合作 那合作一定是 我们的国民兵 到美国去了 他的国民兵到台湾来了 然后彼此互相演习 等等之类的 那我们根本没有啊 你怎么去合作呢 对不对 我们就一年 搞那么七天 不是一年啊 就是他可能好几年 被征召了以后 搞个七天什么 跟他的国民兵 制度完全不同啊 但是老美现在就是 爱你啊 关心你啊 怕你啊被打 所以呢 而且他要你自己防卫 你自己啊 所以呢 他现在就是逼你啊 要建立国民兵系统啊 跟他美国一样 把货币军组建起来啊 等等啊 好 那么拜登警告普丁 入侵乌克兰将有严重后果 俄罗斯最近在乌克兰边境 特别是乌东 布了很多重兵啊 美国总统拜登 俄罗斯总统普丁 进行两小时视讯会谈 讨论乌克兰等议题 本公表示 拜登警告普丁 如果乌克兰边境的 俄军发动攻击 希望再采取 强有的经济跟其他措施 作为惩罚 根据俄罗斯 电视台画面显示 没有两国领袖在会谈 一开始 友好寒暄以后呢 拜登就告诉普丁 希望下次是实体会谈 这次两人视讯会谈 历史两小时有一分钟 希望下次不要再搞视讯了啦 两个见面吧 美国白宫在会后发布声明表示呢 总统拜登对于俄罗斯 在乌克兰周围征派部队 表达美国跟欧盟的深切关切 拜登会表明 一旦军事升温 美国跟盟邦 将以强烈的经济措施 跟其他措施 回应俄罗斯 拜登强调支持乌克兰的 主权独立 跟领土完整 并且呼吁降低紧张情势 回归外交 先前 克里姆尼公曾经表示 希望两个领袖 能够举行实体会谈 讨论两国从冷战结束以来 最糟糕的关系 并且否认有攻击乌克兰的意图 白宫在会后声明中说 拜登跟普丁同意在这场峰会后 双方团队将进行后续会谈 强调美国下个行动 将是跟盟国 盟邦跟伙伴密切协调 反正就是警告俄罗斯 你不要给我乱来 你不要给我乱来 你乱来以后呢 我经济要制裁你 俄罗斯其实经济已经被制裁了 已经经济蛮惨的了 那我还要再加强制裁你 而且还有其他的压力 可能外交啦 降低外交关系啦 但是就没有提到军事压力 就没有说我要发动军队跟你打 没有讲这一点 理论上讲就是以军指军嘛 你派军队来 我派军队去 才有效贺阻啦 但是呢 他就不能答应这个事情 我一答应以后真的要派 否则你就变成狼来了 但是真的派真的派 就问题实际问题就来了 那是派谁呢 谁去呢 休息一下就回来 我是赵绍康 欢迎回到赵绍康时间的现场 就本来是台海问题啊 台海很紧张 他们说台海很紧张啦 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大感受了 不过国防部长说 每天现在都不回家都住山洞里 这听起来有点可怕啊 每天不回家 这很麻烦呢 就表示他认为是 不是一个平时嘛 是一个战时嘛 每天住在那个恒山指挥部 那个动力啊 那 我一直想每天是这样过 是怎么过啊 真的有那么紧张吗 需要 需要每天不回家吗 不知道 跟大雨一样啊 三国家门不入 他是每天都不回家 那本来认为这边紧张 那现在突然变成乌克兰 东方 所以很多时候很难讲 你随时一个地方不对 就引起冲突 引起军事的对抗 那老俄国是摆了一堆兵在那个地方 随时会变成入侵 我看乌克兰要抵抗也不容易 乌克兰其实科技怎么还可以 很多 他们他们其实 应该还不错 但是没办法 这是相对的 那个输额更大 那那边又很远 我看这个美国什么也编长莫及 欧盟这些国家呢 这个 看起来资源也有限 能够帮助的也有限 很紧张 但是呢 又能怎样 这我也不解 他们到这边来 好像不断的有船啊 有舰啊 飞机啊 过来这里 那么到那边好像是一筹莫展 只能跟普丁道德喊话 不要来啊 不要乱来啊 不要乱来啊 你乱来 我要制裁你啊 好像也没有办法实际去阻挡 所以乌克兰会怎么样 这个值得观察 到底到底要怎么样 那俄罗斯会不会真的派兵进去 还只是吓唬他 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呢 澳洲跟进美国 牛西兰也跟进嘛 日本左右为难 在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外交抵制 明年北京冬奥之后 澳洲总理莫里森 正式跟进 将不派官员或政界人士出席 而日本陷入两难 担心跟中国大陆关系恶化 澳洲雪梨 陈区报 稍早报导 澳洲将不会派出官员或政界人士参加 明年二月开幕的北京冬季奥运 那总理莫里森已经证实此事 加入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行列 莫里森说 澳洲捍卫自己的权益 不会有谁退让 不会派官员前往冬奥 没什么好惊讶的 先前呢 他们是说澳洲会在中国 涉嫌侵犯人权以及网求民 将彭帅的遭遇 向大陆发出信号 2018年 澳洲禁止大陆厂商华为 进入5G网络 并且在新冠疫情爆发后 呼吁对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 造成双方关系恶化 在美国宣布 对北京冬奥外交制裁以后 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政府开始演绎 是不是要派政府 要派政要出席北京冬奥 目前派阁员出席北京冬奥的消极意见很多 政府内部也有人担心 日本跟大陆关系将因此恶化 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将站在国家利益角度做出评判 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 对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决定 表示欢迎呼吁其他国家跟进 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 估计大概有5万人 那就是主要是新疆 就认为说 这个维吾尔人 人权受到受到影响 我还是讲 这个到底在新疆这个情况怎样 搞不太清楚 真的不清楚 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 我是不太清楚 我也去问 到处问 不是那么清楚 老共大概对这些 少数民族边家有几种做法 一种 其实我们早先是这样的 就给他们很多优惠 比如读书就给你加分 给你这个给你那个 这是一种笼络 笼络人心 那一方面也是因为 他们比较偏远 比较弱势 教育各方面 可能没有那么普及 那另外呢 就是老共的做法 我看就是移民 比如说把一堆四川人 移到西藏 把一堆汉人 移到新疆 那就 稀释你的人 增加我的人 对香港一样 香港人500万 现在变成800万 哪里来人 香港人不是出生率多高 香港的女性 也不见得响生 择偶的条件都非常高 那哪里增加这么几百万人 就一定是大陆去的嘛 那就是稀释你当地人 把你稀释掉 那这个是他 我了解他有在做 那至于有没有什么 种族灭绝 那个我是觉得 应该没有种族灭绝了 看你怎么定义种族灭绝 种族灭绝就是 就是把你这个种 都给你毁了嘛 像那时候希特勒 要杀犹太人一样嘛 多少 几十万几十万这样杀 那我认为 至少我们的了解 老共应该没有什么种族灭绝 但是有没有 西式呢 我觉得是有的 但是西式你说他有多大的罪 好像也很难这样去讲他 那至于那个再教育营是干什么的 真的不知道 我在想有没有一点像 我们以前什么搞到绿岛去啊 什么给你洗脑啊什么 就是觉得你思想有问题就给你去洗脑 有没有类似那样的味道 我不知道 可是呢 昨天听柯智恩讲连他的孩子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美国念说学生之间在传一些影片 你现在等于双方都有影片 反对他的说破坏人权有影片 那政府方面当然也有时候他们啊 这个做了多少的影片 但通常这种你都会比较相信非政府的 那换句话说 为什么美国这么重视 议员这么重视 因为他 我相信他已经在那个民间 一定已经很深化很普及了 大家大概都看到 这些影片啊等等等等 所以呢就 他是干嘛呢 就给你拿去受训 然后给你一些政治的教育 大概这些了 另外就他们说他们劳动 就是他们去做工 等等 做工 好像我们很多的监狱里面 工人都要做工不是吗 做工他还可以换一点钱嘛 可是是不是说这个做工一定要自愿的 不能强迫的 强迫的不行 就是变成你去剥削这些人的劳力 那大陆很做劳 他也要做工啊 我有朋友那时候被他们压起来 也是叫他做工啊 你不做工 你就得交钱 买大菜 那大菜其实是什么大菜 我们难吃死了 就是你吃饭也买个大菜 多买几样大菜很贵啊 那你就可以不做工 否则就得去做工 就说像这些了都是西方诟病新疆的人权 人权的问题 所以大家抵制他 我们继续小小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是赵烧康 欢迎你回到赵烧康 时间在线上台北股市 现在涨150亿 还涨蛮多的哈 好那么 这个外国对新疆 其实非常非常重视 那当然我也相信了 就是说维吾尔他们很认真的在宣传 就跟法轮功当时也到处去宣传一样 法轮功对中共政权是很大的打击或影响 那那时候说老公把法轮功的信徒都抓去 好像断手断脚什么 反正讲得很可怕了 真的假的真的外面也不知道 不是断手断脚了 什么器官 去割器官去换了等等 我觉得遇到这种事情 当然共产党的思维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有他的那一套 那他的想法就是我们内政 不要干涉 我们没有等等 不能够比较 比较有说服力的跟人家讲 如果有就赶快改善 他都盯着你 因为搞到全世界都给你做对何必呢 那如果没有你就开放给大家看 他们是也有开放 但是就是不信 但这有可能 你开放我认为 该讲的没讲 该给我们看没给我们看 都有可能 但是总是尽量 我给你看 那到底有没有这些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一方面也有可能被夸大 但也有可能是事实 我们真的完全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香港看得很清楚 知道怎么回事 香港看得到 对不对 你新疆看不到 那当然从另外一角度看 如果看得到的香港 你都敢这样去做了 对不对 那你新疆会怎么做 大家就会怀疑啊 那当然从另外一角度 是不是老公也不在乎 随便你们怎么讲 那就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你现在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强了 基本上 你总是 以前可以都不管你们了 以后总是慢慢 对不对 也要 所以他们以前讲的 你这个黑手的时候没关系 你爱怎么穿怎么穿 泼泼烂烂没有关系 但你一旦股票上市了 变成一个国际的 这个重视的公司了 你总是穿西装打领带 人模人样也要 摆出来这个样子 好 那么阿联每一礼拜工作四天半 这样子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阿联酋 他们叫做这个Emirate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率全球之先 明年将实施 周休两天半 成为全球第一个 每周上班天数少于五天的国家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宣布明年元旦开始 周末改为周六跟周日 每星期工作日减少为四天半 周五的工作时间 在中午12点结束 礼拜五到12点 回家了 以前是最早的时候呢 我们是休一天半 讲一天其实是一天半 就是很多学校的时候 礼拜六下午不上班 我记得很久以来都这样 后来说周休二日 就是礼拜六上午不上班 就变成六日不上班 那他们现在是礼拜五 中午就不上班了 目前阿联跟其他区域国家一样 周末是周五跟周六 实施新制以后 将跟西方国家接轨 绝大多数于斯坦国家 周五是假日 穆斯林在周五下午到清真寺 参加礼拜 媒体报道 阿联发布官方声明表示 明年起将确保周六跟周日 为周末的国家之间 金融贸易跟经济交易 顺利进行 让总部设置阿联的数以千计 企业跟跨国公司 增进国际业务联络的机会 什么意思 就是说呢 确保周六周日的周 为周末的国家之间 要金融各种贸易 都要顺利进行 因为不能你放假 人家不放 那这时候你可能 很多对企业界就不变 他不会 他就要保持顺利 新制上路以后呢 上班日改为周一到周五 周五只上半天 下半天属于周末 学校同样使用 穆斯林周五下午的距离 参拜时间 从下午1点15分开始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通讯社指出 将周末时间延长的做法 是促进工作生活平衡 提高社会福祉的一环 借以提高工作绩效 促进国家的经济竞争力 有报道指出 阿联与邻国 沙烏地阿拉伯 经济竞争白热化 阿联调整周末 区间与全球一致 与沙烏地阿拉伯 绞尽意味明显 他跟沙烏地阿拉伯 竞争很厉害 他说他现在调整跟全球一致 我看不太懂 就是说 全球并没有周五放假 他是礼拜五下午到礼拜天晚上 礼拜五下午 可能有时差 什么的 不管了 反正就是他就一个礼拜上四天半 之前就有人一直在讲说 要不要上四天半 其实在台湾最早提出周休二日是我 那时候我在新党服选 我们就提出来这个 其实当时选立委只有三条证件 非常简单 不打仗 不加税 周休二日 我就讲多都没用 两岸傻傻 列个几十条 谁看你啊 就这么简单 不打仗 两岸和平 不加税 不要再加税了 税已经很重 周休二日 那清税减证 周休二日 后来果然慢慢慢慢就 当时觉得不太可能 那么周休二日 慢慢慢慢也成了嘛 那以后会周休 两天半 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周休两天半的 那你那个半天当然放在 礼拜五下午是 因为他主要配合伊斯兰教 伊斯兰礼拜五 他们下午就开始礼拜 所以就他刚好配上 那否则的话 其实放在中间比较好 我觉得早些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些学校是礼拜天上 礼拜三上半天 礼拜三上午上 下午就不上了 那在一个星期中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感觉还不错 那也比较轻松一点了 我是少康 欢迎回到早晓康 现在不是现在散场 一百二十九点 刚有讲那个阿联 是这样子的 再仔细看一下 就他们 伊斯兰国家原来是 周末是周五周六了 礼拜五跟礼拜六 是周末 礼拜天不是了 所以跟其他国际 不接轨 所以蛮麻烦 他想把礼拜天也放进来了 变成试了 所以原来一天半 变两天半 那所以 所以换句话说 你放假他也放假 他放假你也放假 礼拜天了 他这所谓叫跟国际接轨 通膨越过警戒线 联合报今天头版也是 CPI年四月突破 通膨警戒线 创九年新高 万物起涨 外食费创高 这个麻烦了 我跟你讲 他不是光是食物什么 那个房地产什么也都涨 房价什么都涨 我是将来要买房子更辛苦 油 油涨了很多 蔬菜水果蛋 都涨两位数 民生物物资也涨 11月的消费者物质指数 CPI年增率2.84% 今年第六度突破2% 九年来新高 油料涨了35.08% 油料 水果蔬菜水果涨24.74% 蔬菜涨12.91% 鸡蛋 11月呢 鸡蛋涨11.27% 沙拉油调底油9.49% 猪肉6.71% 那说现在呢 最近国际油费油料降价 所以呢 12月CPI应该不会扩大 等等 所以这就麻烦了 这是 我讲的 譬如说他们要搞这个天然气 天然气现在越来越贵啊 那 今年又涨了三倍啊 那你将来电费要怎么办 都不涨 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因为 你光看今年那个 这个油啊 天然气的价格你就知道 所以 这个联合宝 把它摆在头版头 表示它的这个 重要性 那另外房子 房价也在涨 房价这个涨 房价涨就不是一点点涨了 那就是涨很 涨很重 房价涨就涨很重了 而且是说呢 联合报今天讲说 台北市的不纯的蛋白区 新的案子每瓶都破百万 而且它现在房子 公社就占一大堆 公社起码给你涨35% 对不对 你说我好买一个30瓶的房子 其实室内只有10几瓶 这是20瓶不到 那所以呢 这个 他们说为什么会涨价 说因为呢 人工涨嘛 工钱涨 然后材料涨 然后说它这个时下登陆 2.0也有助涨效果 奇怪的 它原来这个时下登陆 不是想要抑制房价吗 让你不要乱抬价吗 怎么还有助涨效果 也就是说呢 大家就相信它了 比如举例来讲 你们现在去买房子 我的了解 你要跟那个 能卖的杀价 比如建设公司要杀价 他就不给你杀 你知道 他就跟你讲说 我不能杀 因为现在都时下登陆 那我卖给别人是一瓶这么多 我如果卖给你比较低的话 人家不就看到了吗 这个话讲得好也没错 反而这个时下登陆 变成它的保护它的 价格的一个方式 你知道吗 以前那个房子 比如说开始也许 一个价钱 然后卖到 有时候剩下几件 你可以跟他杀 就是你已经到最后了 就便宜一点 他就说不行 我现在杀给你 到时候都揭露出来了 我不能骗 对不对 骗了要重罚 那一揭露以后说 人家原来买这个钱 一瓶比如100万 卖给你一瓶90万80万 人家来找我退钱 怎么办呢 不行不行 就变成这样子 我不知道他讲的 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知道有这种情况 就是反正都要揭露了 对待揭露 反而我就没有办法给你杀架了 所以他们说有助长效果 可能有那个锚定的效果 就你看 没有骗你吧 持家动作就这个钱吧 等等等等 就是这样子 所以政府有很多 他只关在房里想 然后大家就跟着起哄 想出来的方法 未必是真正的 真正的有效 那个时候你如果反对 说不行 这个可能叫 一定骂你 你一定跟建商勾结 你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所以你反对 等等 他们这个做决策 真的应该跟建商 事先好好讨论一下 了解一下那些 人家的那个行 行里面 到底怎样 就是这个行业里面 因为政府官也没有做生意 立委 这个 什么也没有做生意 媒体也没有做生意 到底情况怎么样 才能够 才能够 让这个房价不涨 或是受到一定的控制 或是让一般的 能够买得到房子 你问我 我这也常常问他们 他们提供一些意见 有些可行 有些不见得可行 听听看嘛 他说以前 淡黄区 叫做什么大安区 新义区 中山区 中正区 中山区 士林区 今年呢 说内湖 文山 北投 大同 南港 不论豪宅 或一般住宅 平均开价 突破 每平百万的新建筑 越来越多 那 怎么办 这个东西 他就是物价涨 他有的当然是跟着起哄 一定会有了 那有的的确也是涨了 有的也是涨了 但是不应该涨那么多 他也跟着涨那么多 类似这样 中国时报头版头登的是 他们现在在办众企业家峰会 汪洋呼吁台商跟台独私立划进阶线 而且汪洋还没去 好像就发表一个书面 那 这个很多 这个大陆的大关也都没去 所以就被人家认为说 怎么一年不一年 那个规格越来越低 到底怎么回事 我想主要也是因为两岸关系不好 两岸关系不好 那再加上 台湾可能慢慢慢慢地位 跟原来比 越来越低 一定是这样 不过昨天他们愿意让我们那个 黄姓的杀人凶手 杀了姓和的 好像是黄沙和 愿意把他遣返 我觉得这次其实不错的一件事了 至少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然后让 让凶手不能够逍遥法外 我觉得这点政府应该也 顺着人家是善意 你就应该肯定 就把这个关系和缓一下 这人家做什么你都要骂 那你这关系怎么会好呢 那民进党我认为他有意把关系搞坏 就是我就是坏 然后呢 这时候美国就更能够帮我们讲话 他也没有意要把这个两岸关系搞好 嘴巴讲 应该沟通 其实根本不想沟通 好 那么这个民主峰会 明天要开始了 明天要开始民主峰会了 那现在 我认为变成一个新冷战集团了 那台湾也被邀请 但就不敢让蔡英文上场 搞了个唐凤小美琴 那个味道就差很多 如果蔡英文上场 那就不一样 老共很生气 俄罗斯也很生气 新加坡也没邀请 等等 所以也很奇怪 有些看起来 比如巴基斯坦邀请的 巴基斯坦也不是多民主 但是因为邀请的印度 就非要邀请巴基斯坦 那有些就没邀请 所以在这边划分 好 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收听者见